王晓鸥 我该怎么办 法王肯定不会派高手来 怕河飞渊 甚至他的徒弟 也肯定不会亲自来 朕一定会被使徒 如果真是这样 我也只能离开了 可是若嫌怎么办 铁桥哥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这一路你都心不在焉的 有吗 刚刚我们走的那个地方叫什么 这荒山野岭的谁知道叫什么 地名就在那边的石壁上刻着 叫野狐龄 我怎么没看到 你当然看不到 心不在焉 前面的路越来越险了 你肯要打起精神 行 我知道了 有我寇 我们不在这边 吃了 我们不在这边 我们不在这边 我们不是在这边 你看 我 我 就凭你们还想杀七等女余将军 好 好 如家带着你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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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你干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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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就是那个奸细 若贤 我们走吧 去哪儿 去找九如法王他们 返朝廷杀昏君 为我们的父亲报仇 原来你真的是奸细 我不能和杀父仇人为伍 我要利用倭寇和海盗他们 为我爹报仇 所以 你就投奔了倭寇 我 这不是投奔 是利用他们杀敌 谁是你的敌人 是我 是杨大哥 还是七娘之余大人他们 不错 他们都是我的敌人 我一定会杀了他们 他们为了我们的父亲 两度出生入死 甚至还救了我们的命 你怎么能说他们是敌人呢 我不管 谁当我杀君之路 就是我朱铁桥的死敌 师兄 你别再糊涂了 我们的个人恩怨 怎么能跟国家大事 相提并论呢 只要杀了昏君 国家就能平安 百姓也能安宁 那窝口和海盗呢 他们就可以 鱼肉百姓 涂毯生灵吗 那只是暂时的 只要杀了昏君 法王就会倒戈 叫窝口赶出去 这是他们跟你说的 这些话你也能信 我信 谁能帮我报仇 我管不了仇 师兄 你要报仇的心情 我可以理解 可是你不能敌我不分 重重为女 我答应你 等我们杀完窝口 我就跟你一起回京 杀了严颂 还有那个昏君 可是现在 若贤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但凭我们两个的力量 是报不了仇的 我们只有联络海盗 和倭寇的力量 才能打败明君 只有打败明君 才能推翻朝廷 才能杀得了昏君 你现在做的 是卖国的事情 你是糟狗 朱伯伯不会让像糟狗 一样的儿子 被他报仇的 你就不要再 执迷不误了 求你跟我回去 他们一定会原谅你的 不 我就是死都不回去 我一想到杨天宗 我就觉得恶心 要不是你被他 鬼迷心俏的话 也许我会听你的话 这是我们个人的事 怎么能跟国家大使 相起并论呢 够了 这是上天给我 安排的复仇之路 我只能这么做 若贤 跟我走吧 我会对你一辈子好的 只要咱们杀了昏君 我们就归隐山林 白头盗跑 我会给你一辈子幸福 我现在跟倭寇联手 那只是暂时的 你相信我 闭嘴 从小到大 我都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待 我万万没想到 你会自私到如此的地步 我哪儿都不会跟你去 我不会跟你诛咒为虐 霍国殃民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若贤 你不要再固执了 我告诉你 什么奇迹国 什么杨天宗 当我者都得死 朱铁桥 你就不要白费心机了 你要是含有血腥的话 你现在就跟我回去 你要执意不回去 那我们就恩断义绝 有能耐我们战缠上剑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敌人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好 等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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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贤 我必须等你走 来 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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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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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